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 月光下的浪漫,肖战,张颂文,孙楠亮相北京文化论坛文艺晚会。 月光下的浪漫之约,肖战在北京文化论坛文艺晚会上演绎月亮代表我的心。 孙楠,孙嘉一,方锦龙,张颂文等众星齐聚,欢聚一堂。 在这个今秋九月,北京文化论坛如约而至,不仅汇聚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文化精英, 还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与听觉的双重盛宴专场文艺演出。 此次晚会以文化通心。 携手同行为主题,旨在通过多样化的艺术形式,展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及其与世界的紧密联系。 在众多精彩分成的节目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青年歌手肖战带来的经典曲目月亮代表我的心。 当肖战身着优雅礼服,站在舞台中央,那首承载着无数人心中美好记忆的老歌缓缓响起。 每一个音符似乎都在讲述着关于爱的故事。 它的声音清澈而富有雌性。 每一句你问我爱你有多深都如同月光般温柔地洒落在每一位听众的心田, 让人感受到家的温馨与甜蜜。 月华流转,把浪漫拉满。 揽月光,入梦来。 肖战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以歌会友。 谱写天涯共此时的美好篇章。 歌声里有着说不尽的情愫,让人感受到无尽的温柔,甜蜜与美好。 听完月亮代表我的心之后,仿佛整个世界都变得温柔起来。 作为情歌经典月亮代表我的心情感浓烈。 温柔细腻,甜蜜深情。 以肖战的声音表现力和情感输出能力,演唱这首歌曲再合适不过,再完美不过。 肖战不仅以其出色的演唱技巧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更重要的是, 他通过这首歌传达了一种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 这样的瞬间提醒我们,无论世界如何变化,那些关于爱与被爱的美好永远不会过时。 肖战通过这样一首经典老歌,展现了年轻一代艺术家的责任感与担当。 除了肖战之外,本次晚会还邀请了多位国内外著名艺术家共同参与, 包括但不限于张颂文、孙楠、孙嘉一、方锦龙以及柬埔寨公主诺罗敦、珍娜等。 他们分别带来了各自领域的精湛表演。 无论是激昂的歌声、优美的舞蹈还是令人惊叹的杂技,都让这场晚会成为了文化交流与艺术碰撞的绝佳平台。 张颂文在北京文化论坛上发言, 作为公众人物,我们有责任传递正能量,用我们的作品去影响更多的人。 张颂文在参加北京文化论坛时,谈到演员的社会责任,他说演员必须做好本职工作,塑造好角色。 此外,作为公众人物,必须更严格地管理,约束好自己。 2024北京文化论坛文艺晚会不仅是一次艺术的展示,更是对天涯共此时这一主题的深刻诠释。 作为北京文化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晚会不仅是一场艺术的盛宴,更是一次文化交流与展示的重要平台。 晚会以天涯共此时为主题,通过精心策划的节目,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现代艺术的创新精神。 晚会将通过音乐、舞蹈、戏曲、杂技等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时代风采。 2024北京文化论坛举行专场文艺演出、融会歌舞、戏曲、杂技、契乐表演等多种艺术类型。 邀请孙楠、肖战、孙嘉一、方锦龙、柬埔寨公主诺罗敦、珍娜等中外知名艺术家联媚表演。 尽管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拥有不同的背景,但美好的艺术总能跨越界线,触动每个人的心灵。 在这个充满浪漫与温情的夜晚,让我们一同跟随肖战的歌声。 感受那份属于全人类的共同情感,期待未来能够有更多这样美好的相遇。 听完肖战版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以及张颂文的发言,你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分享你的感受,让我们一起交流吧。